2017年陳肇邦節拍一部 改編至台灣李宗瑞聖侵案電影《有序》 當中有很多激情戲 首度擔任男主角的他 最擔心不是怎樣演繹角色 而是難開口向太太交代 很大膽 其實我留意到有這個角色的Casting 我也知道有台灣的闊少 角色上所有東西 這是一個演員角度 這是一個人物 我完全沒有問題 然後我帶了一個問題之後 我就想想 有老婆 我正很危險 這個問題是 我明白 其實我對演員這一行 我自己對自己交代 但我回家之後 都對弄老婆和家人交代 我問老婆 好像很激 不是一個或兩個女生 可能是有一系列的女生 有些一些激烈的 可能是把 Ergebnis抖ļ他們路上層 一定會亂 下體一定不會露 可能腦屁股會 那我拍不拍得呢?我問她有沒有問題 怎麼會不拍?怎麼會不接? 不能不接?我是你,我也會接 你做這行,有一個角色是男主角給你做 男主角你不做,你覺得你這輩子還能睡得著嗎? 你問我有沒有東西,我不看就一定沒有東西 但你問我你可否接受到這個拍?我接受到 那我就最多不看,你一定要去,我覺得你一定要去拍 我問了,我答了,第二天就已經上去深圳拍 他當然有看 他說了不看就第二天,一上畫就已經去看 結婚幾年,做爸爸就是在計劃之內的嗎? 是在計劃之內的 不是計劃了很久的 不是在結婚的時候就已經想要有嬰兒的 計劃一下計劃一下,已經計劃到 那天給你的時候,我們就有這個結晶吧 我會練習到這次,我會練習一下 我會練習一下不見的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